巴黎奥运会即将在下星期五登场 获得奥运资格的新加坡运动员共有23位 其中有15位出世提升 18岁的乒乓小将郭勇就是首次登上奥运舞台的选手之一 他也是我国乒乓队史上最年轻 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本土运动员 焦点专访郭勇了解他怎样备战奥运 以及他11年来的乒乓真诚 把每一场准备好 然后不管输赢 希望能打赢比我强的对手是我的目标吧 我是郭勇 我想在这次的奥运会吸收更多经验 为未来铺路 为新加坡争光 非常荣幸能代表新加坡打这个巴黎奥运会 现在也感觉穿上这个衣服了以后感觉很兴奋 奥运会的场下打的话跟正常比赛肯定是感觉不一样 压力非常大 更多观众在看你第一次要打这个奥运会 所以我很兴奋想感受一下这个经验 你在哪一方面是还可以再加强的 我现在算比较小的吧 所以比别人的力量会稍微弱一些 所以多举重了 我正手还是稳定性还是要加强一些 有时候在比赛到很关键的时候 9比9 10比10会开始很多的失误 所以要多练练正手 郭勇四岁开始接触乒乓 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新加坡新生代中的佼佼者 根据国际拼联的最新数据 郭勇目前男子单打世界排名第83 郭勇说除了拼技术 实战中怎么调整心态也很关键 有没有心理医生跟着你们呢 对 我有一个心理医生 从去年的五月开始 乒乓球不只是实力对对方 也一直在比心态 所以我觉得心理医生 也能教我很多东西 比如说输球输得比较多 会放开慢慢地打 告诉自己别打太快 然后在拿毛巾的时候 想多一点战术 别想太多结果 你不要手下留情 放马过来 1比0 1比0啊 可以刹球的 不用烂魂 你觉得打球是靠抽签很重要吗 还是技术 技术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男的球员很多 都是很强的 哇 这个球会转呢 一定要不要放弃 因为我也从小时候 租的球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 还是要多学习 以后一定会打得更好 没力量啊 还是李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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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原理弄好了以后 等一下就帮我炒那个肉 OK 完成训练回到家中 这是郭勇最放松的时刻 这道菜是你特别想念的吗 对 我通常回来 有时候就会想吃这个乌冬面 妈妈煮的觉得更好吃一些 在国外 欧洲 哪里就食物会不一样 有时候不太适应 好 那我们快点趁热吃了 那我很好奇的是 当运动员 饮食上需要节制吗 我们的话通常不会太严格 有些东西还是要控制一下 体重别太大的起伏就好 我们也有一个营养师 告诉我们要多吃什么 像比如说早餐午餐 要多吃什么肉 或者多吃牛肉 多吃鸡蛋 会给自己能恢复得更快 所以你待在新加坡的时间 比你待在国外的时间来得短吗 其实去年一整年 我差不多70%的日子都一直在国外打球 训练比赛都有 然后今年从1月到5月 差不多80%的日子都在国外 你觉得这么拼是值得的吗 那么累也是值得的吧 我特别热爱乒乓球 在国外也能享受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比如说不同国家吃得怎么样 他们人是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的生活 这种经历也是非常难得的吧 从7岁到18岁 驰骋球场11年 郭勇在不少重要赛事中夺牌 继续到现在 你得过多少个奖牌或奖座了呢 有150个吧 差不多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三个金牌的冬运会 是在2023年打 不适应那么大压力的一个比赛 一开始状态不是那么好 还好其他的队友带我 一直在支持我 最后调整过来了 这个是东南亚竞标赛 我那时候13岁 那时候是发烧了 也进音乐了 为什么胜比的时候 你还想要继续的奋战呢 这个比赛也是对新加坡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青少年比赛 那时候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跟队友一起那么多的磨练 然后还是最后一定要拼下来 郭勇告诉焦点 希望在巴黎尽可能突破自我 打败更高排名的选手 而最重要的是 吸取经验 放眼下一届奥运会 今年你18岁嘛 其实差不多要入伍了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打算呢 打完这个奥运会我还是要回去学习 因为我上完了中学以后 是拿了一年半左右的LOA 然后准备28年的美国奥运会 打完这个奥运会我才当兵 对运动员来说当兵这两年很重要 乒乓球训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我们都是每一天都在练球 学习不了训练不了会影响到比赛 新加坡乒乓总会表示 他们和新加坡体育理事会 以及郭勇的父母亲 将会就郭勇暂缓服役的申请 持续展开讨论 下个星期就是奥运会了 我们也祝愿郭勇和每一位出征的本地健儿 能够取得让他们满意的好成绩